音楽 歌吾詞宣誌《前書》第十二章第四節 《因此源有分別》 《勝靈却是一位》 有考慮的其中一件好深刻 就是九一年的按手禮 当时我们邀请了几位叫国际级的先知来 我们搞按手禮的时候 发现一样东西 他们上一代灵恩的教会 在倾听神的声音的恩赐云作 他们需要用快歌去进入 但因为我们的石安 反而我们是 那么多年 由开始到现在 我们都是倾向会用慢歌的方式 而去收到的恩赐云作 反而会让这些上一代的先知 他们的恩赐云作更准确 还有避免了那种叫做时有时无的情况 当时牧师为什么会发现了这麽特别的启示 关于快歌和慢歌 他进入恩赐云作里面的时候 而为什么石安我们在慢歌反而的准程度更高 感谢主 当我们研究恩赐云作的时候 是其实不是在这些先知的教导下 要不然就会先入为主 走入他们的死觉 其实他们的死觉是什么呢 他们的死觉就是 完全是用他们的感觉 和观感去经历神的同在 但是我完全是用真理去经历 所以有两者不同 举个实际的例子 他们经历到神之后 其实他们就一定会想一样东西 就是我怎样可以延伸这种的经历 尤其是这种的经历 我怎样能够心无旁骂底下去保持住 所以他们就用快歌了 因为快歌最包含了人家的思想 通常 因为快歌也不需要很有意味 就是等于你会看到 为什么基本上网上那些 叫用upbeat 我们称为upbeat的方式去吸引人呢 因为通常我们见到upbeat的东西 它的速度刚刚快过你的思想少少少 所以你一定要follow它 一直跟着它 所以仍然喜欢用upbeat的方式 他们搞拍子、跳舞、变魔术 都用upbeat的方式 不是慢beat的不行 慢beat就一定要很有内涵吸引你了 所以你去一个upbeat的讲座 你没有那么容易睡觉 但是一个慢beat的讲座 你投入到你就不会睡觉 你投入不到你就睡觉 但是因此运作不可以这样 你不可以说里面九成睡觉 一直在这种聚会 所以他用upbeat的方式 这个就是他们的逻辑 但是他们不是来自真理地走 而是来自他们的经验值 就是说很有神的同在 但问题是他不能够侮辱神 又不能够去涉慢神 又不能够轻慢神 那聚会当中 要大家同心合意的时候 用快歌就好了 吸引了他们按照你提供的轨迹走 就好像原来我们的思维 每个都好像散步一样 于是方向轨迹都不同 但如果我用一个方法 offer你一条火车轨 你照着火车轨 好像火车走上去 那你就照我的轨迹走 但如果火车轨是错的话 就错了 他们就是有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在快歌里发觉 用它产生功效 但是一到慢歌 就发觉不行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他们信仰真理肤浅 他们不可以慢歌 在慢歌的时候 他们不能在歌曲当中 真真正正回味 所学的委身 真理 和神所给予的解释 不可以 但是石安可以 所以如果我们用我们的方法 去他们的聚会当中 都可能会有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先唱快歌 跟着唱慢歌 我们因此运作到 但问题是他们那些人就不行了 他们那些人就投入不了 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在他们这班先知当事来的时候 原因就是如果我所说 就是他们用经验方式去进入 但是就是这样 就是如果我所说 他提供一条火车轨是错的 所以他们会是有事 没有神的同在 因为是错的 是吧 但不到目的 而甚至有时候 认为有神的同在 因为最主要就是来自一个很基本的概念 当我们在恩赐运作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要忘我的 要不然你就多乱想 你多乱想的时候 这个就是最难搞的 通常恩赐运作最难搞的 就是自己不乱想 因为你一乱想的时候 就轻之勃勃地说出来 冷过有恩高的那种 其实是有情绪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上一代 才知是纯系直着 经验进入 恩赐运作有的错误 但是我自己从一开始进入 恩赐运作就是以真理去行 就从来不是以所谓经验去行 因为其实没有 没有 我哪个可以不可以拿经验去试 但他们这代通常不是的 他们这代是跟先知 跟过几个先知 那先知错他们就错了 他们没有办法用真理去澄清 但我就倒转了 我就好像走到一个受验室当中 就看完一本的化学书 照触了他的步骤 一步都不差 看过滚瓜难熟 然后他做出来 看到第一个实验 成功了 有瑕疵 我就再看那本书 里面所说有哪些 看看我有没有做错了 时间对不对 温度对不对 用的器械对不对 原料的份量有没有错 矫正了再做 又可以 然后并且我再做了很多次 我下一步就会进步了 所以我的方式就是 其实是来自我对诗篇的认识 里面讲关于歌的灵魂体 我就知道快歌是Praise 但问题是要进入Worship才行 你不是说不经历到神的同性 大家是肤浅的 Praise是其实在乐园的 Worship是圣所和智圣所的 所以变成这群人 这群先知用的经验 其实原来他们那一代 出名的先知 比如Bill Hammond Kiesel Larry Bonquin 这群人 他们全部都走在Praise 未进入Worship Praise是快歌 跳舞 进到神的外院 外院得到的同在 好打有限 就是无疑人那种 也对 所以当我们被提了之后 这个世界都变成了无疑人 为什么? 因为最厉害的都是无疑人的经历 但是Worship才可以进入圣所 因为Worship是属于祭司级数 不是闲人的级数 因为外院是闲人 闲闲人等 并且针对闲闲人等 而设计出外院 所以那是外院的Praise 所以他们用经验风式 他们为了闲闲人等 以下去按手例 他为了回众 于是乎变成什么呢? 变成就是他用Praise 那方式发觉最好 因为他对着一群会众 用Worship没有用 因为投入不了 但石安就不是 石安就是我们在真理上 抛离其他教会 如果抛离十倍 简直是有一种侮辱 我们抛离又怎知道十倍 我们接近任何一篇信息 都不会听得明白 那种级数 所以我们抛离它很远 所以整间教会都是圣经所说的 我们是君尊的角度 我们属臣子民 是神所有的圣经的角度 和君尊的祭司 所以整间教会是塑造祭司 也不是塑造闲闲人等 所以你们明白 外面的教会 真的可以用闲闲闲人等 形容 如果对比我们的教会 既然我们全是祭司 我们就可以用Worship证 进去 我们就可以进到圣所 或者智圣所 所以在现在主日 你们敬拜赞美 听着这首歌的时候 因为我们现在主日 已经不是暴露 我们已经是讲到真理和生命了 就立刻换句话 是Oracle 所以大家真正投入去 敬拜赞美的时候 其实是智圣所及 无论是神迹 因此运作 都会更加高质 就是这样的意思 讲不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四节 因此缘有分别 圣灵却是一位 圣灵却是一位 衬机你真理 心献靠你 心情各余预币 盼坚守 以致神飌 神权能画远 在我心和记 神权能发走 自信件是历世真理 尋求你真理全情美与你 尝词手不会退避 心里尝尝斗志与信念勇气 尋求你真理教我心兴起 以树心照弃将写你说话 奉分完美 攀鸠着真理 潮中的年纪你 依靠你 走等你说话 奉分不舍弃 奉议你真理 心依靠你 心颈颇预备 限定手以致神凭 神权能华月在我心刻忌 神权能伐走自信件 是历世真理 尋求你真理 尋求你真理 尋情美与你 尋前手不会退避 心里尋全斗志与信念勇气 尋求你真理 教我心轻轻 以信心照弃 尋求你真理 传言你说话 光辉 尋求你真理 尋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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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rtach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